湾区接的阿强 又是我的节目时间 现在是风和日 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个千灯湖里面的宝离天君 看看我们后面的环境 就是除了陆化公园以外 就是我们的燕楼 基本上进入装修阶段 差不多搞好了 我们燕楼之后就可以交付给我们的住户使用 现在都是货味的了 所以都便宜了 现在是卖230多方的一个大单位 还有些100多的 先带大家进去看看 和大家将我们周边的环境和交通网 和大家交代一下 在节目之前我们就订阅 我们的频道是湾区之业 OK 进去看看 好 现在我们就上到保里的楼盆这里 请了叶先生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你好 麻烦叶先生和我们在区块面 介绍一下 好 现在射不所指的位置 就是我们萨拉布的位置 萨拉布叫灯湖天君 是保里现在第五代的一个天字系的产品 它的位置是位于佛山市的一个南海区 南海区的话是一个全国的一个白强镇 排行第二的 整个项目是位于这条 瑞岩西路和联河路交汇处 瑞岩西路往东走的话 大概20分钟可以去广州的方圈 这么快? 是 10分钟去到花莉路吗? 20分钟 联河路可以直落的话 大概3分钟就可以去到千灯湖的双圈 我们的位置也是一个千灯湖的中族线 整条中族线是南起贵城的灰星角 北去到铝水的展旗流 全长是12.8公里 以佛山水道为界分开南区和北区 南区就是现在的千灯湖的一个双圈 也是广东省挂牌的金融高新区 里面有千亿的配套 以北就是我们现在 20年开始才开发的千灯湖的一个北区 也是叫金融高新区的一个D区 整个D区首先会由南海之眼 和灯湖天关去组成 南海之眼这里 由一湖三馆一个地标去组成 这边可以做一做以后的一个后可度给你看看 南海之眼就在这里很近 对 我在旁边 你现在看到这个鼠标指着的位置就是南海之眼 整个南海之眼的话 其实也是千灯湖一路活水引过来开发的 整个公期是今年的12份会开始动工 到29年会员工的 由一湖三馆一个地标去组成的 中间这个叫南海湖 整个南海湖的话呢 佔地是五万坊 会将整个千灯湖的活水 和这条佛山水道的活水一路引入来 打造一个南海的人工湖 在江边有三个中心分别是 一个南海的新的体育中心 大剧院博物馆 以后这里会承接大型的体育赛事 会议展览或者演唱会等等的一个文娱活动 在江边这个位置的话 还会有一条同心桥 我们到时的市民或者业主 一经过同心桥 就可以到达千灯湖了 这条桥现在有没有的? 还没有? 还没有 到达千灯湖之后呢 就会完成了一河两岸的一个景观 到达千灯湖的话 你现在看到鼠标所指的 现在千灯湖的这些全部都是实景 广东省挂牌的金融高新区 这个就是整个千灯湖的一个原貌 这里是一旗的千灯湖 这边是二旗 这里是三旗 这样研过来的 千灯湖的话 05年已经是开始开发的了 刚刚讲过的起点的话 就是这个灰星角 这个是起点来的 一路千灯湖一路往北去开发 那到我们现在天灯湖呢 已经是属于千灯湖的四旗的位置了 你现在看到的话 我们天灯这个位置 就是千灯湖一路沿过来的 那我们现在整个位置 就是这个售楼部里面了 是,在售楼部里面 是,在售楼部里面 那我们整个天灯湖呢 由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的起点 这个是起点来的 一路往北1.5公里 都是天灯的位置 它有十块地会开发的 有六块的住宅地 右边的位置是住宅地 中间这个位置的话 是商业地 有四块的商业地 接着在最左手边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会打造一排 1.5公里的一个中央的陆区 就是我们叫中央公园的 这个公园的话呢 就城上啟下 会承接千灯湖的活水 一路引过来的 接着呢 我们整个小区的话呢 现在是卖一旗的位置 你现在看到 数字 有九栋楼的 那小区有几大优势 但一个一旗的话呢 采用一个围合式的设计 所有流动的话呢 你现在看到它佈局 都在四周的 突出了我们中间的位置 有一个一万方的小区的花园 并且在我们小区的楼下的话呢 都是有的 都是有一个三万方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外边的一个市政公园的 就是我们刚刚停车的位置 那我们一落楼的话呢 就会享受到这个公园的背套的了 整个公园的话呢 已经是做好的了 现在只差这条打树的 这条1.5公里的中央公园 是正在做的 整个中央公园里面呢 还会包含了一个 一个篮球场 和一个五人制的足球场的 那这条的话呢 你见到一条双车道的一条路 一个叫岭南路 岭南路呢 一路往南的话呢 是会接分到南海之眼 往北的话呢 其实可以接到大力的 一个港密商贸城的双圈的 这条是另一个地标 这个叫南海之门 会直通的两个地标 接着我们整个小区 除了我们园区比较大之外呢 在我们的旁边这个位置 我们的西门楼一出门口呢 就会享受到一排 一个大型的商场的配套了 整个商场是保利商业去运营的 由我们保利地产去承建 接着呢 整个商业卦呢 明年会开始动工的了 所以我们 没错 我们的业主到时候呢 一落楼就会享受到这个商场的配套了 那住宅和商业都说了 还有公园 那除了呢 我们有这个学校 学校呢 在我们天均的 四旗这个位置呢 就会有一个南海的实验小学 这个是中族小学来的 那我们是商学府的 除了南实之外呢 在天站 在我们另一个学部 天站旁边这个位置呢 就会打造一个石门的中族学校 这个是中学来的 所以我们天均卦呢 是商学府的教育 那除了教育之外 在一个交通配套方面呢 刚才跟你说呢 如果开车的话呢 去广州和千灯湖都很方便的 那除了自己开车之外呢 在我们楼下的话呢 就会有商地铁的一个交通 可以看看摄影头 可以移移我们的沙盘这里 商地铁呢 是指我们十楼部前面这个位置 我们如果是在我们小区走过去呢 大概可能五分钟 这个就是我们规划一个佛山地铁的六号线的 六号线呢 主要是往来佛山市内的去蜆城 或者顺德的 那在我们小学的位置呢 这里呢 还会规划有一条广州的28号线 整个28号线呢 它是连通佛山的一个 佛山、广州、东莞 整个珠江三个州 一个破万亿的一个城市的 那这条地铁 现在是在做一个广州段的 一个总包的工程 开通车之后呢 我们可以两站呢 搭地铁两站可以去到方村的 三站呢 可以去白鹅探 接着经过广州 接着去到东莞的 这条线是接近到东莞的 是啊 去到东莞就去到重山湖的最远 连接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三座破万亿的一个城市 那条是地铁线呢 这个叫广州的28号线 也都叫佛馆随城轨 嗯 那这条地铁线呢 全长呢 就是113公里 这条 接着就比现在的延行的地铁呢 会发配的 达到120公里每小时 所以的话呢 就会加大了整个 这边的市民或者业主的出行 嗯 所以天均会 总结一下 天均呢 它就是 保利和政府布局 在北沿线的一个 一个城市的封面来的 那不单单只就是住宅 那么简单 保利还会成建商业啊 写字楼的金融中心啊 一大的公园 这些所有的一个市民的配套 都是保利做的 是 全部都是保利做的 那现在卖的面积的话呢 就在我们的一栋和六栋 因为我们正在做收官的了 整个盘是我们二年年底 二三年头开始开卖的 那现在正在做清盘的状态 整盘之前最小是128 143 189 238 那现在只有189 和238方了 全部都是专梯专湖 南北对流 的户人来的 16 是一栋 一栋和六栋 其他户人都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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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是单边的 全部都是吧 全部都是一体一户的 那看看我们的大屏幕 就是一栋 和六栋 这两栋 整个小区的话 只有一栋和六栋 是中间的 其他二三四五七八九 这些都是四周的 16就是我们小区的两栋楼王 一栋是189 六栋是238 没错了 也不扣路边的 那楼区也是最阔的 两栋楼 那现在我们在卖的 清盘的价格 是288 8起到29 888的单价一口价 六栋就是 31800到32800的单价 为什么六栋会贵些 六栋是238 这边都是越大越贵的 哦 是这样的情况 是 基本上都了解清楚了 或者我们看一下 来看看阳板房 保利天均呢 我就带给大家这个 漂亮的东西来的 238方 四房两厅三位 先看看阳板间 哇 真的很宏伟 进来 给大家看一下 门背后 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其实这个空间很大的 你看这个櫃子 起码有50公分 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可以随意想象 如何做 首先进来一个延关 通常大户人家都会这样的 通道都几阔 哇 进来 有点熟悉感 这个 这个厅堂 镜头自己拍下来 我先参观一下 我也觉得挺漂亮 哇 开间真的几阔 我真的想想想 看看吧 我们不要说其他东西了 去个露台 它延伸出来 延伸出来 直接到这里 直接到这里 它就做到一只大门 这个门可以大 拉开 所以观景就是这样 现在当然 对面是一个工地 肯定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底下也有一个公园 在这里 当它的工地完善之后 那边也有一个商场 所以这里大家 视野感是很舒服的 你看这个厅 我们只是在这个位置 看起来都这么大 厨房 那里还有一个生活阳台 还有一个水吧 也有的 哇 你说自己有间房子这么大 你真是呼呼我求 多舒服 厨房也很大的 哇 它配置了 给了台面 这么大的东西 而且厨房也有窗 所以它是流通的 空气比较好的 这里是一个水吧 然后你可以做西餐 又可以在这里 搞自助餐 这个是生活阳台 其实我们这个房子 是通过阳台的 所以它又打通了 这个呢 个人啊 有麻雀房 有座大笔房 什么都可以做 又可以做一个书房 如果关门门 可以做一个雪茄房 公用的卫生间 通常都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就大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小房 小房做到一个窗台 做到一个装饰 进来我们这间主人房 主人房呢 通常我们在佛山这边 都见到有几个盆 都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角位 一个L型的一个观径 所以很有立体的 另外呢 这里就是一个私人的空间 真是空间了 真是私人的了 衣帽间 梳妆间 还有一个浴室 浴缸 什么都齐齐了 这里很大 二百多房 有这样的空间 那么大 那么舒服的呢 真是值得钱是值得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人房的位置 那里面 你看看我们这边还有一间房 这里有一间小房 也是一个套房来的 基本上保利的产品呢 其实都大致相同的 只不过一个地域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房间 其实我们类似某一种 这个保利的产品都差不多 确实去做那个质量的标准是很好